儿子车祸意外身亡。儿媳执意打胎。谁知过? 我们家在一个三线城市。我和老伴都是初中教师。 我们有一个儿子,医科大学毕业。现在是名医生。 和儿媳妇是同一个医院上班。儿子也三十好几了。 我们也退休了。接着也得了判孙症。总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帮子女把孩子带大。 减轻她们的负担。刚开始,儿媳妇不同意。 总说过几年在说,工作忙。我说你们做医生的有哪个不忙?到时候成高零产妇就麻烦了。 我最后放出一句话。说,你们只管生,我来带我来养。他们抵不住我们的长枪短炮。 最后动摇了决心。终于怀上了。儿媳妇怀上后。 我真的很兮兮照顾。每天买各种进口水果。 变着花样给她炖汤。做她爱吃的饭菜。说实话,我很喜欢我这个儿媳。她很乖巧懂事。 我喜欢女儿。我喜欢女儿,但我没女儿福。我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。 别人都说我们像两母女呢,呵呵。 转眼间,宝宝七个多月了,媳妇的同事偷偷告诉她怀的是个男宝。把我两老高兴的呀。 因为之前准备的是中性的。后来我又购置了好多男宝的衣物和床上用品等等。 。 剩下的事就交给时间了。我每天掰着手指头树。很快就要和孙子见面了。很开心。 天有不测风云。这天我像往常一样,做好饭等儿子回来。 儿子打电话回来说晚上有个聚会不回来吃了。我正吃着饭,就接到一个电话。 电话是医院打来的。说我儿子出了严重的车祸。 现在在医院抢救,叫我们家属赶快去。到了医院医生跟我说我儿子和一个工程车相撞。 抢救无效。主要伤在头部。失血过多,各项器官已衰竭。他们已经尽力了。 。 听了这话,我眼前一黑。等我醒来已经在病床上了。 就这样,大概过了半个多月。眼泪也哭干了。 。 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儿子没了,我还有孙子。 生活还要继续。这半个多月,我叫儿媳妇先回娘家。 。 以免触境伤情。我知道,其实她的心理比我还难过。是时候去接她回来了。 回到家,晚饭后,儿媳妇跟我说。她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我当时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 。 哭着说,闺女,你不能这么狠心啊。她是我们家的希望,是我儿子生命的传承和延续。 。 。 她每天都会动你舍得吗?还有一个多月,她就要来到这世上了。求求你留下她吧。 。 可儿媳的回答是。孩子没有爸爸生下来可怜。 。 我还是不停地祈求她。你生下来,我们带我们养。 我们有退休金和租金,绝不拖你后腿。只要你愿意让我的孙子出生。 。 两套房,三个店面,银行的现金都转到你名下。 儿子没了,我要这些有什么用?给你就等于给孙子。 。 但儿媳在她娘家打电话跟我说。 她对不起我们。她最终还是要打掉我的孙子。 我们两老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孙子是我们唯一的希望,现在也没有了。 。 儿媳你真的是太狠心。太狠心了。